大国攻略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陈美华 欢迎您收听大国攻略 俄罗斯轰炸乌克兰的富佑医院 袭击人道走廊 这一场二战以来 欧洲遭受的最大规模攻击 至少有220万名乌克兰人 逃离家园成为难民 中国至今依然拒绝谴责俄罗斯 也拒绝将俄罗斯的军事行动 称为入侵 先来听一段3月8号 彭博社记者在中国外交部 例行智者会上的提问 和赵立坚的回答 你认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了呢 你这样纠缠有意思吗 赵立坚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李克强总理在11号 人大闭幕后的记者会 也回避了记者提的同样问题 不过中国的态度似乎出现了细微的变化 外交部长王毅在3月7号的记者会说 中方愿意继续为劝和促谈 发挥建设性作用 也愿意在需要的时候 同国际社会一道开展必要的斡旋 这是中国首度表达斡旋的意愿 而习近平3月8号和法国总统马克龙 德国总理舒尔茨举行视频峰会时 谈到了乌克兰局势 习近平强调乌克兰局势令人担忧 中方对欧洲大陆重燃战火 深感痛惜 我们听到习近平用了战火这个词 然后3月9号 中国红十字会 送了一批价值500万人民币的物资 给乌克兰红十字会 我们今天先来探讨中国的立场 那么后半段再来谈刚刚闭幕的两会 释放哪些信息 首先请教台湾政治大学 东亚研究所的所长王信贤 我觉得中国打到这十几天 它可能有一些转变 它的整体的战略是没有变的 就是从头到尾保持表面上的中立 那事实上也不是真的中立吗 就是你看联合国三个重要的表决 它都投气权 弃权那等于是支持俄罗斯 我觉得它整体的战略就是说 它想要在这件事情里头塑造出 它是一个维护国际秩序 跟可披正义的道德的高位 一方面它在批评西方国家 它也认为俄罗斯的这些军事行动 其实是被美国跟北约逼出来 就是说从它的角度来看是这样的 所以它现在要做的事情 它就是劝和处谈 就是说它要去争取那个道德的高位 就是说我在协助解决问题 你们确实在制造问题 目前看起来它的行动 看起来是这个样的 那这一次王毅是说 他愿意在需要的时候 开展必要的斡旋 那如果中国出面调停 您觉得这个有可能更容易化解危机吗 因为中国如果出面调停 会不会是比较容易跟俄国取得一个某种默契之下 去出面调停 我觉得那是肯定的 就是说从头到尾 我认为北京都了解状况 但是他没想到事态的发展 以为大概就是如普丁所讲的 就是96小时就比乌克兰最迫小 那当然由他出面意思就是俄罗斯同意 如果从有没有效来讲 我觉得北京出面还是会比较有效 也就是中国出面 那是在俄罗斯的统议底下做的 就两边已经商讨出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那中国来出面 你看俄罗斯跟乌克兰在第一次谈判之前 其实普丁跟习近平通电话 那当然把这个面子给习近平 也就是说他是跟习近平的会谈当中提出来 俄乌要谈判 那同样的逻辑也是一样 如果说俄乌之间要去谈 要去谈接下来的一些善后的事情 那最后是由中国来出面 那当然符合北京要的道德告为 当然中间有什么样的交换那个东西 我们是不晓得 如果中国出面调停的话 这个是给普京下台阶的一个方式 对那当然中国会很有面子 如果是这样的话 也是普京把这个机会 把这个面子给中国 对啊 对 好 再来听淡江大学中国大陆研究所 助理教授曾伟峰的看法 从战略上来讲 我觉得中共目前它的重点还是放在稳定 不管俄乌战争它的形势状况是怎么样 它要求的可能还是整个国际政治环境的稳定 方便它发展 中共现在还是把现在定调为战略机遇期 就是要发展 就是如果你要乱没关系 可是你不能打乱整个全世界 不管是经济啊政治的环境 所以这个是它的首要目标 可是在它的手段上面战术层次上面 它在俄乌可能会找到一些机会 不管是要斡旋还是习近平跟法德的领导人开会 当然它还是站在俄国那边 可是它在俄乌的那个角色 它怎么可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可以找到它着力的点 然后去提升不管是中国的形象 或者是从中 我们不要说趁机获益 我们说在从中可以找到 建立起中国领导权的角色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中共可能现在在想的 那您认为中国有可能扮演斡旋的角色吗 就中国如果斡旋的话 对这个危机会有帮助吗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个是中国凸显它所谓的爱好和平 或者是就是它的外交说辞 它的外交论述和平发展 独立自主外交的很重要的一环 这一次看来它 我觉得是有点进退两难 所以它才会特别谨慎 可是斡旋只要一有机会 它可以做这样的动作 例如我们说可能俄国在谈判立场上有点软化 中国可能就会提出说 它可以做一个斡旋的角色 尤其它跟普京的关系 对西方来讲可能更受普京信任 这个时候我觉得就非常有可能 好 那怎么看王毅说 愿意斡旋又送人到物资给乌克兰的动作呢 请教台湾涛略测进学会副秘书长吴瑟智 如果就所谓的有需要的时候进行这个斡旋 那到底是什么时候是有需要的 难道现在就不是一个有需要的时候吗 那它要提供人到援助 那它怎么去定义俄罗斯的动作 以及它怎么去定义乌克兰目前的处境 也就是说中国它一直认为说 俄罗斯要的是一个安全保障 那同时呢 它也不愿意正面的去面对 或者是认知俄罗斯是有入侵的事实 中国特别强调所谓的主权领土的完整 那乌克兰所面对的目前的形式 不就是主权领土受到侵害吗 那么中国的立场 这个援助的立场到底是深远乌克兰吗 充其量它们只是做一个中国 在面对这个形式上的一个态度的展现 就是说他们关注了这个议题 同时他们也愿意扮演某些角色 但实时上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我个人觉得是非常有限 中国如果真的希望化解冲突 中国能做什么呢 来请教台湾中山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 副教授陈志杰 中方至少可以从减少向俄罗斯 采买大宗物质原物料开始 这个是中国政府单方面就能够做到的 各级政府向俄罗斯的原物料的采购 能够减少 然后对于现在仍然在进行在运作的中俄民间的商品交易 也能够做出限制 这都是中方政府能够马上就做的 他也不用敲锣打鼓 这些交易如果暂停或者是数量交易的金额大幅下降的话 国际媒体很快就会知道了 那他也不用让俄罗斯没面子 他也不用公开讲 这个就等于是给俄罗斯经济上面很大的压力 我觉得这个是也不会让俄罗斯很丢面子 那也是中方能够完全做得到的 如果俄罗斯一直表面上和谈 实际上炮击平民 不愿意遵守这个停火的人道走廊的协定 中方就可以做这些事情 其实乌克兰跟俄罗斯跟中国的关系都相当不错 乌克兰是明明白白对俄罗斯入侵的 那对于中方一直强调要尊重各国主权 领土完整 那中方又作何感想 所以现在就是说对中方而言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战争 这个最好的朋友所做的事情是违反中共政府 一直在国际社会上面宣扬的原则 中共政府最多能做的就是说 低调的请俄罗斯要节制他的战争行为 当然国际社会也不可能期待 中国政府是完全跟西方社会站在一起 但是他有他可做的事情 只是目前我们看不到他做了什么 对解决战争有帮助的事 除了俄乌冲突的议题之外 今年两会其实有一些信息值得注意 我们从习近平下团组的讲话来观察 请教王信贤老师 两会期间总书记下团组 第一个是到蒙古 到蒙古他谈的是能源安全 那第二个是到农业跟社会福利 那个政协的界别 他谈的是粮食安全 那三月七到解放军和武警的团组 他谈的是国家安全 所以其实全部都是环绕着安全 那他到解放军的这个代表团 他讲的这个 我觉得他有点意思了 尤其是谈那个解放军 就是涉外军事法制工作的这个部分 把涉外的法制运用在军事上面 这是我看过他应该是第一次提 就是说他要依法建军 那在依法建军的这个情况底下 其实他又提到了涉外军事法制的这个部分 他那个前后文是这样 就是说加强涉外军事法制工作 统筹谋划军事行动和法制 斗争建成等等等等 更好用法制维护国家利益 因为中国现在的国家利益 就是核心利益涉及到 主权统一领土完整跟发展利益 就是说军事在里头的作用 就是要透过法制的方式把它讲清楚 也就是说当外来的势力 什么时候去违反到他的主权统一 过顶土完整或发展利益 那涉及到军事的 他就要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个是他法理斗争的一环 您刚提到这个其实很重要 就是说他去了三个代表团 都着重在安全 尤其是 着重在安全 对 粮食 能源 特别是能源 对 您有注意到中国最近在能源 或者是粮食方面 有缺乏的危机或风险吗 粮食安全其实一直在提 尤其是去年征收水灾之后 其实还有之前长江大水的时候 其实很多人在谈粮食安全的问题 那今年公布的一号文件 连续好多年都是农业 那今年还特别强调了粮食安全 但是以我对中共的理解是这样 就是说当他会把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时候 代表其实他问题不大 就是说粮食安全会把它提出来 就是我们的粮食安全怎么办 当这个东西提出来 那表示他其实有件复安 如果他真正有问题他是不会这样提的 真正有问题就不讲 美国还是对于中国来说 还是目前最大的战略对手 所以王毅在他的记者会上的讲话 非常大篇幅的在批评美国 在反驳美国 美中关系在王毅的这个回答里头 应该算是里头最精彩的了 很多新的东西跑出来 这个东西准备很久 什么事不一无一 把它浓缩成口号 这种都绝对不是简单的东西 你看四不一无一是新提的 他也提到四不一无一的表态 什么事 从飘如在空中 就是没有作弊 这种都是铺陈很久的 再来三原则取代三分法 五四三二正式 强化五言联盟 兜售四边机制 拼三边的收紧双边同盟 这像是所有根的东西 这个都是铺陈很久的 所以他对美的这个部分 才是他主要要讲的东西 对 那对日本他就比较稍微温和一点 不要为他人做火中取栗的事情 对对 就是说他不要站在美国里面 而且有时候跑得比美国还要快 按背讲台湾有事 就是日本有事这种 其实跑得比美国还要快 那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值得观察的重点 能够看出什么 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 经济的相关的东西 比较多是所谓的灰犀牛 那真正的黑天鹅 其实比较不会出现在这里 整体来讲就是要稳 GDP5.5其实就是稳 你看今年地方的两会 31个省日市区有20几个 估计会超过6% 如果这样的话 今年按照全国来讲 应该会超过6% 但它设定在5.5% 那主要就是说 今年很多不可测的能力 像厄务这个就是不可测的 疫情反弹又出来了 再来是金融风险 加上地方债的问题 房地产的问题 你看六文六保还是继续提 那六文六保其实第一个就是 都是稳就业 对 但整体来讲就是稳 要确保20大顺利召开 好 关于中国GDP增速 定在5%左右的这一点 来请问陈志杰老师的看法 经济成长保持在5.5% 这个已经接近于 就是你把它的水分拿掉 这已经接近于是零成长的边缘了 你把通膨还有它的水分 其实很多都是在还钱 各级地方政府都是欠了很多债务 那么去年甚至连公务人员 都发不出奖金 或者甚至是要减薪 所以我想中国今年的经济 就是开头也没有非常强劲 一直到了三月初 现在还在讲要稳定 其实经济是在下行 所以对它来说不是一个好年 好的 今天谢谢几位专家 为我们解读今年两会的一些重点 也谢谢各位听众收听 这一期的大国攻略 我们下一次再会